春雨封面終於報導了 今天清晨開始 中部地區很多地方都下起了雨 北部也是一樣 天氣變得比較溼涼 要提醒大家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會是雨勢最強的時間 而降雨呢 主要集中在中部以及北部地區 那尤其晚上的雨勢 會比白天還要明顯 至於南部平地 只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所以南部想要紓解旱項 還得再等等 雨傘雨嶼都出動 等了好久的春雨 終於來報導 氣象局表示 這波封面集中在中部以北地區 渴望為中部地區一解旱項 28號週三白天 中部以北地區都有明顯雨勢 入夜後到29號週四清晨雨勢最強 北部中部山區嚴防大雨 花東和南部山區更不排除會有雷雨出現 而28號凌晨四點開始到上午八點 台東海端鄉一連出現六起群震 地震中心表示都是維持不到一秒鐘 深度五公里的淺層地震 每隔幾年大概就會在這個附近發生一個 一群的地震這樣子 從上一次到現在就在二零一六年 在這個地方 未來大概三天左右 不排除會有發生跟今天早上這幾個地震 規模差不多地震 每隔三四年由於能量釋放 台東地區容易出現地震 這三天也要預防雨震出現 不過地震中心預估規模最大 不會超過四 民眾不許過度恐慌 華爾新聞 蔡天玉 鄧中先生 台報道 再來關心日月潭 連兩天下大雨 水庫有不少進帳 中區水資源局統計日月潭 還有物設水庫 三十一個小時內 總共多了二十五萬噸的水量 不過同樣在南投民間 鄉松柏嶺這邊 這兩天就只有下毛毛雨 雨量根本不夠灌溉茶園 這農民他們就必須要靠地下水來灌溉 抱怨說今年種春茶 五分第一就要花兩萬五千塊的水費 這比沒有乾旱的時候 多了一倍叫苦連天 日月潭連兩天下大雨 稀里花啦的雨打在潭面上 雾茫茫的日月潭有朦朧的美感 日月潭的街上 人人都撐起了很久沒打開的傘 迎接久違的大雨 這是前兩天的景象 昨天下雨大概是從一點多開始 左右下雨的 下了滿長一段時間 中區水資源局統計 日月潭和物設水庫 三十一個小時內 淨漲二十五萬噸水量 南投的水庫大淨漲 但同樣在南投的民間鄉松柏嶺 過去兩天下的只有毛毛細雨 茶園不夠灌溉 還是得靠地下水澆灌 農民說雨量不夠 靠地下水來種茶 水費很貴 一公噸地下水要二十五六塊的水費 每週要交水一次 今年春茶五分地就要兩萬五千元水費 比煤乾旱石多花上一倍價錢 農民都說吃不消 只希望下次雨再來時下大一點下久一點 目前全台水庫新竹寶山第二水庫 蓄水率是百分之四點六 苗栗永和山水庫蓄水率也是百分之四點六 台中德基水庫剩百分之三點四 台南增穩水庫 還有百分之八點九 這些水庫的水量都還是偏少 水勤還是吃緊 華氏新聞王山周大祥 蕭玉業南投報導 想看更多優質影音 那就一動手指訂閱華氏 或是下載華氏APP 一起 華氏氏 選華氏